走路巴德区元47号逼蹄塘至红池 市议员吕淑珍表示 这原本是块私有的蹄塘 两年前被市府征收 要做生态蹄塘公园 只不过到现在空有设计图 却不见工程单位进驻 希望市府赶快施工 让这一带居民有个休闲的好去处 这个大人里大名里这个地方 完全没有一个让民众休闲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赶快把它处理好 这个地方做一个蓄水池 旁边把它环符把它弄好了之后 把整个景色把它整顿好 将来这边的民众 早晚在这边休闲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记得说是休闲 休闲兼制红跟灌溉 那个的一个生态蹄塘公园 拿出蹄塘设计图 里长表示 未来这座蹄塘将兼具休闲 灌溉与制红的功能 总面积4000多平 不过由于这座蹄塘也同时 兼具东门西的制红功能 以减少淹水的情形发生 却不免让当地农民担心 未来蹄塘的水 无法提供他们灌溉使用 我有个建议 我说你这儿用好 你最爱花用 因为我会平均我们的船嘛 周边设施 请问海水沟也做得好 制红跟灌溉是在一起的 所以说它能够兼休闲 也能够兼制红 就是它有做解体式的 如果是水少的时候 可以做像看台一样 可以办活动 平时的话 下几天的话会挤水 做灌溉用的 它能够还是会流水门的位置出来 理想表示 市府已做好完整的规划 蹄塘用水也会提供周遭农地使用 只不过期待已久的公园设施 现在工程进入延宕 希望市府及早动工 让里面有休闲的好场所 记者吴永纯 桃园报道